为什么一旦富贵 人们会失去灵性 这是一个涉及心理学 哲学 社会学等多方面的复杂问题 我们将分十个重点来深入剖析这个问题 希望在这个过程中 大家能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保持内心的平静与充实 物质主义是现代社会的显著特征之一 无论是通过广告 媒体还是社会风气 物质财富的追求 似乎已经成为成功和幸福的唯一标准 物质主义的核心在于 将物质财富视为生活的主要目标 并认为拥有更多的物质 可以带来更多的快乐和满足 然而 这种对物质的过度依赖和追求 往往会导致灵性的丧失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 物质主义者 往往更容易感到焦虑和不满 研究表明 当个人将幸福感与物质财富直接挂钩时 他们的内心世界会变得不稳定和焦躁 这是因为物质带来的快乐是短暂且有限的 当财富增加时 个人可能会短暂感到满足 但这种满足感很快就会消退 随之而来的是 对更多财富的渴望和追求 这种无止境的追求最终会带来更多的压力和焦虑 此外 社会学的研究也指出 物质主义文化会削弱个人的社会联系和情感交流 当人们过度关注物质利益时 他们往往会忽视与他人的情感联系和支持 这导致了人际关系的疏远和孤立 缺乏情感支持和人际交流的生活会让人感到孤独和空虚 进一步加剧了灵性的丧失 灵性是一种内在的需求 它涉及到个人对自我 生命和宇宙的深层理解 当我们过度关注物质时 内心的灵性需求往往会被忽视甚至压抑 这导致了精神上的空虚和迷失 使得我们无法体会到真正的内心平静和幸福 为了避免物质主义对灵性的侵蚀 我们需要重新审视自己的价值观和生活目标 追求物质财富并非不可 但我们应该平衡物质和精神的需求 关注内在的成长和灵性的发展 寻求心灵的平静和幸福 才能真正实现全面的成功和幸福 物质主义与灵性丧失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 我们需要在追求物质财富的同时 不断反思和调整自己的价值观 寻找内心的平衡与和谐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在这个充满诱惑的现代社会中 保持灵性的完整和内心的平静 社会地位在现代社会中具有重要的影响力 许多人将其视为个人成就和身份认同的标志 然而 过度追求社会地位和认同感 往往会导致个人灵性的丧失和内心的迷失 首先 我们需要理解社会地位对自我认同的影响 社会地位是个人在社会中所处的位置 通常由财富 职业 教育等多方面因素决定 高社会地位通常伴随着更多的尊重和认同 这使得许多人不惜一切代价去追求这些歪在的标志 然而 这种过度的追求往往会让人迷失自我 忽视内心真正的需求和价值 当我们将自我价值完全建立在社会地位和他人的认同上时 我们的自我认同就变得脆弱且一受影响 任何来自外界的批评或挑战 都可能让我们感到不安和怀疑 这种不稳定的自我认同会导致内心的焦虑和不安 进而影响到我们的灵性成长 此外 过度关注社会地位 还会削弱我们的内在价值观和信念 为了获得更高的地位和更多的认同 我们可能会做出违背自己原则和价值观的行为 这种内在的矛盾和冲突会让我们感到内心的混乱和痛苦 长期下来 我们会逐渐丧失内心的平静和灵性 变得空虚和迷失 从哲学角度看 自我认同应该建立在内在的价值和信念上 而不是外在的物质和地位 真正的自我认同来自于对自我内在价值的认可和接受 而不是对外在标志的追求 当我们能够真正认识和接纳自己 我们的内心会变得坚定和平静 灵性也会得到提升和发展 要实现这一点 我们需要进行深刻的自我反思 了解自己真正的需求和价值 这可能需要我们放下对外在成功的执着 更多的关注内心的平静和成长 通过静坐 冥想 阅读等方式 我们可以逐渐找到内心的平衡 重新建立自己的自我认同 总之 社会地位和自我认同之间的关系是复杂且微妙的 我们需要在追求社会地位的同时 保持内心的平衡和灵性的成长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在物质和精神两方面都获得真正的成功和幸福 在这个竞争激烈 速度飞快的现代社会中 名利几乎成了每个人努力追求的终极目标 名利不仅仅是财富和地位的象征 更是人们渴望得到他人认可和尊重的途径 然而 当我们全心全意地追求名利时 我们是否会失去一些更为重要的东西 比如内心的平静和灵性的成长 名利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吸引力 是因为他们往往能够带来及时的满足和快乐 当我们获得一个升值 赢得一笔大合同或是获得社会上的赞赏时 这些外在的成就感会给我们带来强烈的心理满足感 这种满足感就像是一种兴奋剂 让我们在短时间内感到无比的喜悦和成就 然而 这种快乐往往是短暂的 随着时间的流逝 这种满足感会逐渐减弱 取而代之的是新的渴望和目标 于是 我们陷入了一个无止境的追求名利的循环中 总是希望能够获得更多的成就和认可 然而 这种不断追求名利的过程 往往会让我们感到身心俱疲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需要付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不断的努力和拼搏 甚至可能会牺牲个人的休闲和家庭时间 这种高压的生活方式 容易让人感到疲惫和压力 从而影响到内心的平静和幸福感 我们会发现 虽然外在的成就不断增加 但内心的满足感却并没有随之增加 反而越来越感到空虚和不安 追求名利的过程中 我们还会面临与他人的竞争和比较 在这个充满竞争的社会中 我们容易陷入与他人的比较中 这种比较往往会带来不满和焦虑 当我们看到他人获得更多的名利时 我们可能会感到不安和自卑 这种情绪会进一步影响到我们的内心平静 与此同时 我们还可能会因为追求名利 而忽视了与家人和朋友的关系 疏远了那些真正关心我们的人 从灵性角度看 追求名利过程中的焦虑和不安 往往源于我们对外在认可的依赖 当我们过度依赖他人的认可和赞美时 我们的自我价值感就会变得脆弱且亦受影响 这种脆弱的自我价值感 会让我们在面对挑战和困难时 感到更加不安和焦虑 灵性成长需要的是内心的平静和自我认可 而不是对外在成就的无止境追求 总的来说 追求名利虽然能够带来短暂的快乐和满足 但这种快乐和满足往往是短暂且有限的 过度追求名利 会让我们感到身心俱疲 影响内心的平静和幸福 要保持内心的平静和灵性的成长 我们需要学会放下对名利的执着 更多的关注内在的成长和幸福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在这个充满诱惑和竞争的现代社会中 找到属于自己的内心平静和幸福 在我们谈论富贵对灵性的影响时 不得不提到一个重要方面 那就是富裕对人际关系的变化 当一个人变得富有时 他的人际关系往往会发生微妙而深刻的变化 这些变化有时会对他的灵性产生负面的影响 首先 富裕往往会改变一个人的社交圈 当一个人变得富有时 他会开始接触到一些新的社交圈子 这些圈子里的人通常也都是富有的 他们之间的交往更多的是基于财富和地位 而不是基于真诚的情感联系 这种基于物质的社交关系 往往会让人感到表面化和虚伪 缺乏真正的情感支持和理解 长期处于这种环境中 人们会逐渐失去对真诚有益的渴望 灵性也会随之受到影响 其次 富裕还会带来人际关系中的权力不平衡 当一个人变得富有时 他在与他人的交往中往往会处于一种优势地位 这种权力的不平衡 会让他在与他人的交往中变得更加自我忠心 忽视他人的感受和需求 这种自我忠心的态度 会让他逐渐失去与他人之间的真诚和理解 从而影响到他的人际关系和灵性成长 此外 富裕还会让人变得更加警惕和不信任他人 当一个人变得富有时 他往往会担心自己成为他人眼中的目标 担心他人接近自己是出于对财富的贪图 而不是出于真诚的情感 这种不信任感 会让他在与他人的交往中变得更加谨慎和防备 从而影响到他的人际关系和灵性成长 为了应对这些挑战 我们需要学会如何在富裕的同时 保持真诚和健康的人际关系 首先我们需要认识到财富并不是衡量一个人价值的唯一标准 我们应该更多的关注个人的内在价值和品质 而不是仅仅看重财富和地位 其次我们需要学会真诚的对待他人 无论对方的财富和地位如何 我们都应该尊重他们并真诚的与他们交往 这样我们才能建立起真正的健康的人际关系 当我们变得富有时 我们的人际关系往往会发生微妙而深刻的变化 这些变化有时会对我们的灵性产生负面的影响 要保持灵性的完整和成长 我们需要学会如何在富裕的同时 保持真诚和健康的人际关系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这个充满诱惑的现代社会中 找到属于自己的内心平静和幸福 财富的增加无疑给人们带来了更多的自由和机会 但同时也带来了更多的道德挑战 随着财富的积累 我们在生活中面临的选择变得更加复杂 许多选择往往伴随着深刻的伦理和道德问题 这些问题不仅会影响我们的行为 也会对我们的灵性产生深远的影响 当一个人变得富有时 他所面临的利益冲突也变得更加显著 在追求财富的过程中 往往需要做出一些艰难的决定 例如是否应该牺牲员工的福利来增加公司的利润 或者是否应该进行一些可能对环境造成破坏的投资 来获取更高的回报 这些决定不仅考验着个人的道德底线 也对其内心世界造成巨大的压力 当我们为了个人利益而做出违背道德原则的行为时 我们的内心会感到矛盾和痛苦 这种内心的挣扎会影响到我们的灵性成长 财富还会让我们面临更多的道德诱惑 当我们拥有了更多的资源和权力 我们容易被各种诱惑所吸引 例如贪图享乐 滥用权力或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而进行不正当的竞争 这些诱惑不仅会让我们偏离道德的轨道 还会让我们逐渐失去内心的平静和灵性 当我们屈服于这些诱惑时 我们会发现自己越来越远离真正的幸福和满足 此外财富还会影响我们对他人的态度和行为 富有的人往往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源和影响力 这依偎住他们在与他人交往时 容易处于一种优越的地位 这种优越感可能会让他们变得更加自私和冷漠 忽视他人的需求和感受 长期以来 这种态度会让我们逐渐失去同理心和关爱 进而影响我们的灵性成长 要在财富中保持道德和灵性的平衡 我们需要保持对内心价值和道德原则的坚持 首先 我们需要时刻提醒自己 财富只是生活的一部分 而不是全部 我们应该更多地关注内心的成长和灵性的提升 而不是仅仅追求物质的享受 其次 我们需要学会自我反省 经常检视自己的行为是否符合道德和伦理标准 通过自我反省 我们可以发现和改正自己的错误 保持内心的纯净和灵性的健康 财富的增加会带来更多的道德挑战和诱惑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失去灵性 通过坚持道德原则和保持内心的平静 我们可以在追求财富的同时 保持灵性的成长和内心的幸福 这需要我们时刻保持警惕 不断反思自己的行为和价值观 努力在物质和精神之间找到平衡 在现代社会 消费主义已经成为主导的文化价值观 广告 媒体和社交平台无时无刻不再向我们传递一个信息 消费能够带来快乐和满足 于是我们的生活变成了一场无止境的购物狂欢 消费成为了我们追求幸福和满足的主要手段 然而 这种消费主义文化对我们的灵性有着深远的负面影响 消费主义的核心理念是拥有更多就能获得更多快乐 这种理念导致我们不断追求最新 最好的商品和服务 无论是最新款的手机 高档的汽车还是豪华的度假旅行 我们总是希望通过拥有更多的物质来提升自己的生活品质 然而 这种无止境的消费追求 往往会让我们感到更加空虚和不满 研究表明 物质的拥有并不能持久的提升我们的幸福感 反而会让我们陷入一种永不满足的状态 在这种永不满足的状态下 我们的灵性会逐渐受到侵蚀 当我们把所有的注意力和精力都集中在消费和物质拥有上时 我们的内心需求和灵性成长就会被忽视 这种忽视会让我们感到内心的空虚和迷失 失去对生命真正意义的追求和探索 我们会发现 自己虽然拥有了很多物质财富 但内心却越来越感到孤独和不安 此外 消费主义文化还会影响我们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 在消费主义的影响下 我们容易将个人的价值和成就 与所拥有的物质财富挂钩 认为拥有更多的物质就意味着更加成功和幸福 这种价值观会让我们变得更加自私和功利 忽视了内心的成长和灵性的提升 我们会发现自己越来越关注外在的物质享受 忽视了内在的精神需求和情感交流 为了抵抗消费主义对灵性的侵蚀 我们需要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 首先 我们需要认识到 真正的幸福和满足并不是通过拥有更多的物质来实现的 而是来自于内心的平静和灵性的成长 其次 我们需要学会简朴的生活方式 减少对物质的依赖 更多的关注内心的需求和灵性的追求 这可以通过冥想 阅读 与家人朋友共度时光等方式来实现 消费主义文化对我们的灵性有着深远的负面影响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无法抵抗它 通过重新审视自己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 追求内心的平静和灵性的成长 我们可以在这个物质主义盛行的时代中 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和满足 这需要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 不断反思自己的行为和选择 努力在物质和精神之间找到平衡 想象一下 你刚刚中了一个巨大的彩票奖金 瞬间变成了富翁 你的生活开始发生巨变 你的价值观也随之转变 这些转变 不仅仅是关于你购买了多么豪华的物品 还深刻影响住你的灵魂和内心世界 起初财富给你带来了极大的兴奋和满足 你可以买到梦寐以求的豪宅 名车 甚至是私人飞机 这些物质享受 似乎让你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和舒适 然而 随着时间的推移 你会发现 这些外在的东西并不能持久的填补内心的空虚 当你拥有了足够的财富 对成功的定义会开始转变 过去 你可能认为成功是努力工作 诚实待人 而现在 成功似乎变成了拥有更多的财富和奢侈品 这种价值观的改变 让你在追求物质享受的过程中 逐渐迷失了自我 更糟糕的是 财富的增加往往会让你变得更加自我中心 你可能开始相信 自己的成功完全是靠个人的努力和智慧 而忽视了周围人的支持和帮助 这种观念 会让你变得越来越冷漠和自私 忽视他人的感受和需求 同时财富还会带来一种错误的安全感 你可能会认为有了财富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 忽略了真正重要的内心成长和灵性修养 这种错误的安全感 会让你在面对生活中的挑战和困难时 变得更加脆弱和无助 为了避免财富对价值观的负面影响 我们需要时刻保持清醒和反思 首先我们应该认识到 真正的成功不仅仅是拥有财富 更是内心的平静和灵性的成长 我们需要时常提醒自己 不要被物质享受所迷惑 要坚持自己的价值观和信念 其次我们应该学会感恩和谦卑 认识到自己的成功离不开他人的支持和帮助 我们应该更多的关注他人的需求 关心和帮助周围的人 这样才能建立起真正有价值的人际关系 最后我们需要培养内心的力量 提升自己的灵性修养 通过冥想 阅读 与大自然接触等方式 我们可以找到内心的平静和幸福 从而真正实现内外兼修的成功 财富的增加会带来价值观的转变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迷失自我 通过不断反思和调整 我们可以在拥有财富的同时 保持内心的纯净和灵性的成长 这样 我们才能在这个物质世界中 找到真正的幸福和满足 在探讨富贵与灵性失落的关系时 家庭关系是不可忽视的一环 当一个人变得富有时 他的家庭关系往往会发生微妙而深刻的变化 这些变化对灵性也会产生重大影响 首先 财富会改变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动 拥有财富意味着可以提供更好的生活条件和教育资源 这些无疑是积极的影响 然而 财富也会带来一些潜在的负面影响 例如 家庭成员之间可能会因为财富的分配 而产生矛盾和摩擦 这些矛盾会影响家庭的和谐和团结 其次 财富会影响家庭成员的价值观和生活态度 当家庭变得富有时 孩子们可能会习惯于享受富裕的生活 对金钱和物质的依赖性增强 而对努力工作和自我成长的重要性认识不足 这种价值观的转变 会让家庭成员逐渐失去对内在价值的重视 从而影响到他们的灵性成长 此外 财富还会改变家庭成员的角色和责任分配 当家庭拥有大量财富时 家庭成员之间的角色和责任可能会发生变化 例如 家庭中的主要收入者可能会变得更加忙碌 缺乏与家人共度时光的机会 而其他成员可能会因为财富的庇护 变得缺乏独立性和责任感 这种角色和责任的失衡 会影响家庭的稳定和和谐 也会对家庭成员的灵性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要在财富中保持家庭关系的和谐和灵性的健康 我们需要在家庭中建立起正确的价值观和生活态度 首先 我们应该教育孩子们认识到财富并不是生活的全部 努力工作 自我成长和人际关系同样重要 我们可以通过言传身教 让孩子们明白金钱的价值和意义 以及如何正确的使用和管理财富 其次 我们应该注重家庭成员之间的沟通和互动 建立起相互理解和支持的家庭氛围 无论多么忙碌 我们都应该抽出时间与家人共度时光 分享彼此的喜悦和困难 这样才能增进家庭成员之间的感情和信任 最后 我们应该在家庭中培养感恩和谦卑的态度 让家庭成员认识到财富的来之不易 以及应该如何回馈社会和帮助他人 这样 我们才能在拥有财富的同时 保持内心的平静和灵性的成长 财富对家庭关系的影响是深远的 但我们可以通过建立正确的价值观和生活态度 保持家庭的和谐和灵性的健康 这需要我们时刻保持清醒 认识到财富的双刃剑作用 努力在物质和精神之间找到平衡 这样我们才能在富裕的生活中 找到真正的幸福和满足 当一个人变得富有时 社会责任这个概念便不可避免地进入他的生活 这些责任不仅仅是社会对他的期待 更是他内心灵性平衡的重要因素 许多人在拥有财富后 因为对社会责任的忽视或误解 最终失去了内心的平静和灵性 首先 财富带来的影响力和资源 使得富裕人士可以对社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然而 这种影响力常常伴随着巨大的压力和责任 如果一个人将这些责任仅仅是为负担 并试图逃避或敷烟了事 那么他内心的焦虑和不安会不断增加 这种情况下 灵性便会因为内心的压力和矛盾而受到侵蚀 此外 财富容易让人产生错误的安全感 误以为拥有财富就能解决一切问题 然而 真正的社会责任要求 富人不仅仅是施舍金钱 而是投入时间和精力去了解和解决社会问题 这种深入的参与和付出能够让人感受到内心的满足和灵性的提升 然而 许多人因为忙于享受财富带来的物质生活 而忽略了这种深层次的参与 最终导致灵性的迷失 财富还会改变一个人的价值观和生活态度 当财富变成生活的中心时 人的注意力往往会从内心的需求转向外在的物质享受和社会地位 这种价值观的转变 使得灵性的追求被抛中脑后变得越来越不重要 长期下来 人们会发现自己虽然拥有了大量的财富 但内心却越来越空虚和不安 社会责任的缺失不仅影响个人的灵性 还会对整个社会产生负面影响 当富人不履行他们的社会责任 社会的贫富差距将会进一步扩大 社会矛盾也会加剧 这种情况下 富人自身也无法获得真正的安全感和满足感 因为他们会时刻面临来自社会的不满和敌意 要保持灵性 富有的人需要重新审视他们对社会责任的理解和态度 他们需要认识到财富带来的不仅仅是享乐和地位 还有对他人和社会的责任 只有通过积极履行这些责任 才能找到内心的平静和灵性的提升 具体来说 富人可以通过参与慈善活动 支持社会公益事业 推动社会改革等方式 积极回会社会 这些行为不仅能够改善他人的生活 还能够让富人自身感受到内心的满足和幸福 从而提升灵性 此外 富人还需要时刻保持谦逊和感恩的心态 认识到自己的成功离不开他人的帮助和支持 财富与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是复杂而为妙的 富有的人需要在享受财富带来的物质生活的同时 积极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 才能保持内心的平静和灵性的健康 只有这样才能在这个物质和精神病重的时代中 找到真正的幸福和满足 当人们变得富有时 生活节奏往往会发生巨变 这种变化不仅影响日常生活的每一个层面 还对个人的灵性产生深远的影响 首先 财富通常意味着更多的选择和机会 富有人是能够选择高端的娱乐活动 豪华的度假胜利 以及更为繁忙的社交生活 这些活动虽然带来了更多的物质享受 但同时也使得生活节奏变得更加紧张和快节奏 无休止的社交活动和旅行计划 使得他们很难找到时间进行自我反思和警修 灵性需求常常被忽略在繁忙的日程中 其次 财富也往往带来更多的责任和压力 无论是管理庞大的财务资产 还是经营家族企业 这些都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这种高压的生活方式 容易让人感到身心俱疲 缺乏时间和空间 来关注内心的需求和灵性的成长 财富的增加还会使人对时间的价值观发生改变 当物质需求得到极大满足后 时间成为最珍贵的资源 富有的人往往更加重视时间的利用效率 追求更多的生产力和更高的收益 这种对效率的极致追求 使得他们的生活节奏变得异常紧张 进一步压缩了灵性活动的空间 此外 财富带来的生活节奏变化 还影响到人们与周围环境的互动 富有的人可能会搬进高档的社区 享受更为私密和封闭的生活环境 这种生活方式虽然提供了更高的安全感和舒适度 但也减少了与社会大众的接触 隔绝了许多真实的人际互动 这种隔绝感 使得他们难以从普通的生活经历中 获得灵性的启发和滋养 为了在富裕生活中保持灵性的平衡 人们需要有意识地调整自己的生活节奏 首先需要安排固定的时间进行静修和冥想 让自己有机会沉淀思绪 回归内心 其次需要学会说不 合理安排社交和工作 避免让自己陷入无休止的忙碌中 最后重新建立于周围环境的连接 多参与社区活动 从普通的生活中获得真实的灵性滋养 总之财富对生活节奏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保持灵性和内心的平衡 需要我们在享受物质生活的同时 有意识地调整自己的生活节奏 让心灵得到必要的休息和滋养 这样我们才能在这个物质充裕的世界中 找到真正的内心平静和灵性满足 常言道 探索改善人生 感恩改变生命 让我们一起学习领悟人生 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觉得有用的话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感恩有你们 才有我们 愿你智慧日增 平安健康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内容 请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让我们共同追求快乐 携手打造美好的未来 感恩 感恩